12月28日消息 阿里法拍官网信息显示 贾跃亭所持有的乐视网股票 将于2022年1月5日 在阿里拍卖平台进行网拍 小雷注意到 贾跃亭持有的乐视网股票 今年已经拍卖多次 但大多都是零人报名 本次拍卖会已开启报名 违规的人不少 至今却是无人报名 很有可能出现流拍 不仅仅是股票 就连乐视总部乐融大厦 也是两次流拍 最后已远低于市场估价的价格卖出 至于乐视网前老板贾跃亭 估计也是回国无望了 现在贾跃亭还在美国高电动汽车 但是法拉第未来FF91发布那么久了 订单也积累了不少 却迟迟未能交付 另不少网友怀疑 贾跃亭是不是真的能造出来汽车 据小雷了解 法拉第未来的造车工厂 在加利福尼亚州汉德福市 当地市长曾去参观过该工厂 上个月法拉第未来收到了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威胁 官方解释则是 因为法拉第未来没有及时交上第三季度财报 才会收到退市威胁 这是正常流程 与公司经营无关 FF91将于2022年7月按时交付 值得一提的是 迟迟没有交付任何产品的法拉第未来 市值至今仍高达15.73亿美元 这还是股价不断暴跌的结果 看来当初投资者真的很看好贾跃亭和法拉第未来 不知道贾跃亭还有没有回国的执念 还有没有重振乐视网的想法 也不知道贾跃亭究竟还有没有机会再看一眼故土